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樣請就知道 大門數你不覺得 現在是一個大漲小回的格局嗎 昨天盤中大漲了一百七十幾點 今天盤中不夠小回檔 六十一點 而且今天有一點開低走高的現象 你今天所看到很多檔電子股 表現很強 縱使今天盤回檔修正六十一點的過程 電子股它其實跌不下去了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昨天在盤中 電子類股領先台股創下 本波段的新高 所以電子股絕對是主流 所以目前一個行情的脈絡 台股月線撐得很漂亮 有跌就要買 如果不小心跌接近月線 當然越要大膽買 這行情在月線走平即將翻揚助長的格局 欲小不易 所以我在上禮拜三 已經把台股未來規劃 這張推背圖畫給你看了 很清楚啊 上禮拜三嘛 雙底的結構 16162 這兩隻腳是你最難熬的兩個時機點 如果那邊有買恭喜你 大賺超額利潤了 如果這邊沒有買不敢進場的 你看到月線這個反壓被突破了 接下來呢 反壓會變成支撐了 所以整個月線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啊 有大半數回撤的過程 來到支撐一定要買 一定要承接啊 對你不承接他就會衝出去啊 所以上禮拜五嘛 百分中跌了 89點嘛 剛好回撤月線 站在買方進場佈局 那禮拜 排股又盤中跌了104點嘛 再給你一次機會啊 兩次的低檔啊 都接近月線啊 你要趕快進場啊 否則月線走平翻揚助長的一個架構 第四季的行情 你不要跟我說你又賺不到 那就相當可惜 不要兩隻腳不敢買 那這兩個低點你又不敢買 然後呢禮拜二昨天大漲172點嘛 那今天回檔 不過我盤中回檔六十幾點啊 目前還翻紅耶 這盤搶不搶啊 這盤搶不搶 所以我今天不是告訴你嗎 這盤有跌就要出手了啊 對上禮拜五禮拜一嘛 來到月線要買啊 今天稍微壓回一下又拉高啊 所以行情的架構 以及七老師所給你的操盤節奏 不符合反市場 禮拜 海中跌了104點 我說面板驅動IC的敦泰天律 要正在買方 千萬不要殺低 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 對 敦泰啊 禮拜 台國是不是壓回 要買啊 買了之後呢 敦泰 天律 連續兩天上漲嗎 不是嗎 這是不是給你一個最好的低階時機嗎 那相對來講 昨天 台股盤中大漲172點 車用二七提的 彭城 強茂 台辦 我站在賣一幫 彭城嘛 果然過新高嘛 所以呢我268把檔 一張42塊錢啊 10張可以42萬 你昨天所看到的是 不管是彭城啊 我賣掉之後 或是強茂啊 賣掉之後 尾盤都往下殺 那不是你應該掌握的一個 節奏性嗎 禮拜一跌 買股票啊 買敦泰 買天律會上去 昨天禮拜大漲啊 賣車用二級提的啊 賣完之後 結果下來啊 你覺得我對於會的資金 有沒有妥善在運用跟規劃 如果昨天的高檔 我沒有賣掉一些股票 我怎麼有資金低階 或是轉進其他個股 一套資金 你一定要活用 而不是死爆活爆 所以對於面板驅動IC的天域啊 這張股票 10月5號殺到177 這麼漂亮的基本面 本益比不到10倍 對不對 最新9月你說再創立新高啊 這不是超跌嗎 這不是超的利潤買點嗎 177啊 不要漲到210 短線衝高這個位置 你說他很棒 對不對 人性的一個弱點嘛 177不敢買 然後呢 就喜歡買在這個位置啊 買在這個位置呢 洗下來 還好我提醒你 對 還好你有鎖定我的金目 否則你買在210的 你真的會招了一個高啊 是不是 禮拜四去追高 我是禮拜五 一定會想賣 當你想賣的同時 我在禮拜告訴你 不要殺低啊 真的不要殺低嗎 因為當天盤中跌了104點嘛 如果你知道這個位置 是來到月姓的一個進場 十幾點 禮拜一的天益 你就會敢跟我 在188做買進的一個動作嗎 給你的提醒 應該有幫助到很多同名人 給操作 是不是 所以188 進場的天益 禮拜一 拉高嘛 昨天來到205.5 今天天益又上漲3.38 持續性往上走高 所以他有沒有落底 你覺得呢 天綠敦泰面板驅動IC的 之前讓很多同名 套在高檔區 很多分析師不敢分析 你說是不是 跌下來呢 誰真的會拉你一把 所以最關鍵性的轉折 敦泰也是一樣 營收新高的來到137 籌碼又很乾淨 超額利潤買點 長紅吞噬當然要買啊 是不是 137買完之後 結果呢 這竟然跌到133破底 只要被理 加碼點啊 我不是告訴過你 我當天還在加碼 沒有錯吧 一檔股票 137 買下去之後 有更低點 有更低點 不是隨意的一個攤評啊 隨意的加碼 你要有根據啊 超多股票 不管是買點賣點 總是要給會員 原因跟理由吧 不是憑感覺耶 如果憑感覺 沒有資格當分析師啊 所以 親老師的節目內容 還蠻豐富的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你每天都可以來跟我對時對價 你收到的訊息 跟親老師 電線上所秀的訊息 時間價位保證一模一樣啊 所以 縱使他 又 跌更低133 這要指標背離的加碼點啊 161當然不用去過度的追高嘛 你一追高 洗下來很辛苦很累 就是我們吃米粉發燒 最愛短線的高檔 你要忍受兩三天的洗盤 而這個洗盤過程你還要敢加碼 否則到今天為止你還是在等解套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只能蹲待也是一樣啊 禮拜四追高的 他一定會洗下來 最高的你就會被洗出場了 所以我在禮拜一一樣 告訴你不要亂殺地啊 真的 要跟我站在買方 禮拜一大盤的規劃是如此啊 跌104.0 排骨出手低接 因為來到月線支撐啊 所以禮拜一的一個蹲態 145低接 低接完拉高 禮拜二157啊 兩天有沒有10% 不管是蹲育還是聽育啊 從禮拜一到禮拜二 這短線的高低點10%耶 將近一根漲停板耶 雖然它沒有亮燈 但欣賞老師一定會幫你掌握 最好的波段行情跟利潤 所以今天蹲態一樣 繼續一個上漲 3.6% 所以 第四系的行情 越來越精彩 你今天所看到台股的一個架構 已經證明一切了 今天雖然殺了61點啊 有跌就要出手了啊 你不要再等了啊 你不要想說啊 會回到這邊讓你買 你想太多了 當時候這兩隻腳叫你要進場 你不敢進場 你現在又說 我要讓它回 測試這個低點我才要進場 那你就慢慢等 你就繼續的等下去 這盤的籌碼面就會越來越乾淨 第四季的行情非常的閃亮 每年度你賺股票市場 最好賺一個季度就現在 現在最好看 比之前的前三季更容易太多了 更何況 你所看到的是 美國股市啊 它怎麼走的 美國股市啊 道瓊啊 在創歷史新高耶 你現在 所跟隨的美國盤道瓊 已經創下歷史新高啊 科技股的NASDAQ指數呢 也即將再創新高啊 這不是你應該最 應該掌握的 第四季的大多頭行情嗎 是不是 所以今天 這檔文貌 功力放大器的 九二營收技能度新高啊 這是一個底部啊 攻擊量出來了 形態剛突破啊 可不可以賣 你認為可不可以賣 9點21分的文貌 基本面的分析 技術型態剛突破 價位320附近買 經過三分鐘股價就320 你去對價 保證一定成交 我放完科訊之後 這邊還有320以下讓你買 還有二十幾分鐘啊 那買完之後 衝高 最高328.5 那收盤我不知道 看一下 329 最高變成330啊 買在320 就是320 我不會跟你吹嘘 買今天最低點啊 對 不可能 因為會員也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所以電子股是主流 很多檔的電子股 它的輪動架構 你只要一檔一檔 跟著我們來操作 第四季閃亮的行情 包你有賺不完的利潤 這是我欣老師可以先給你的承諾 謝謝大家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MCU的一個新堂 我們之前獲利了116% 高檔賣 340假的買點 很精彩啊 10月13號來到120.5啊 籌碼還是很乾淨啊 符合非常的輕 所以打下來 現在站在買幫啊 11月10號又更低了 來到116差不多啦 融資繼續減少嘛 所以股價有沒有從116 開始往上走高 真的過了第二隻腳的高點啊 當天來到144 我說你可以稍微減碼一下 我當天有告訴我們的全體會員 賣出一半的新唐之股 短波段的高點嘛 先減碼一半啊 這是我們告訴會員全體 調節的一個動作啊 我沒有全賣 因為對他的第四季的業績 火還是看好啊 所以不管是第二隻腳的高點 還是第三隻腳上來的高點啊 賣出一半 賣出一半之後 昨天新唐中錯 最低來到126.5啊 為什麼中錯 因為盛群的法說會 同屬MCU的告訴你 大陸的一個中國限電 可能會影響他的第四季啊 那其實限電的一個架構 當時候你所聽到的是 對印刷電路板最有衝擊啊 但是有那麼嚴重嗎 你自己看一下 印刷電路板的新星呢 今天亮燈漲停板再創新高 當時候限電啊 你知道利空 你如果敢買的 你是大賺 你是大賺啊 這樣股票我們之前有操作過啦 不過那叫過去式 那現在的一個星星呢 我只是要跟你談論 他能在中國限電的利空 出現一個絕佳買點 你有下去買的 上去啊 創下新高啊 所以中國的一個限電 我認為啊 不僅對印刷電路板 沒有負面的影響 那對於所謂的MCU的一個 新唐跟聖群呢 也不會有太多的一個 重挫的情況 頂多是反應一天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一個 新唐啊 聖群啊 今天股價 表現如何 昨天的一個聖群 一樣啊 重挫跌停板啊 那從股價來表現 我說過啊 新唐優於聖群 你要低階 低階新唐 這是我的看法 不過今天那個聖群呢 表現 也不跌啦 不跌 也就是說 你聖群千萬不要在今天做 賣出的動作喔 你今天反而要逆向思考 站在買方啊 怎樣意思喔 但是我們選的 是新唐啊 建老師對於新唐 獨有 情有獨鐘啊 因為我對他太瞭解了 不然是他的基本面 還是他的籌碼面 還是他的量價結構型態 我寥落指掌啊 不然這檔股票 我們怎麼可能從 今年度的七月份 操作到現在 幫我們會員 而且是全體會員 超過一倍以上利潤 全體會員有目共睹啊 所以整個 新唐昨天重挫嘛 我說這個短暫性的 利空回測 它還會再漲 因為這是一個底部 昨天特別叮嚀你啊 昨天幾乎快要 跌停板的新唐啊 這種利空回測 還會再漲嗎 所以整個一個新唐架構 意思是 我們賣一半嘛 這邊大概有 20塊錢的一個價差 今天收腳只跌啊 對不對 這邊減碼一半嘛 這邊接回嘛 沒有錯吧 所以今天宜新唐漲還跌 漲還跌 漲3.5%以上 收盤132嘛 對不對 還不錯啊 所以在昨天 你或許 是比較悲觀 那看好戲的 可能還要打一下落水果 說新唐怎麼樣 是不是 但是親老師的看法 跟蘇家就是不一樣 在昨天 那麼關鍵性的時刻 有利空打下來同時 誰會告訴你 新唐它是會上的 嗯 所以你要跟誰的分析師 你自己要看清楚 他的一個講法內容 有沒有連貫性 前後有沒有一致性 會不會讓你得到一個 印證的效果 那才是你要選擇的分析師 不是 漲上去搖晴吶喊 講得整齊咳轉圈 那跌的時候呢 落井嚇死 見不得這檔股票摔死好了 這樣沒效了 所以本節目的內容 價錢投資概念 黨黨呈現的極有股啊 面對今年度的第一世紀行情 又伴隨著美國股市再創立新高 這行情欲小不易好不好 欲小不易啊 副頂ABC波修正完畢 當作破底來到7.8.4啊 誰會這樣跟你分析 你找不到第二 對不對 因為第一名就是在下我嘛 籌碼很乾淨啊 不是嗎 7.8.4這破底誰敢買 只有我的會員敢買啊 第一隻腳買完之後 上去回檔長黑來到80.1 打完第二隻腳再上 這不是最好的兩個買點嗎 跟當時我在分析大盤一樣 第一隻腳16162 第二隻腳李嘉 對 那現在呢 會不會第三隻腳 沒有 不會有第三隻腳的 除非出現很莫名莫名的大利空 不然不可能 因為現在月線撐得很漂亮 所以整個副頂 當作兩隻腳買點都是我帶給你的 所以 兩隻腳買完之後衝高27% 我說不用賣 沒有那麼容易結束啊 因為MOSV 缺負到明年嘛 目前的營收還成長兩位數字嘛 所以對副頂的一個架構 目前橫向 強勢整理 這個橫向強勢整理啊 那這個橫向強勢整理完之後 一定會衝出去 因為目前還沒看到業績的大好的一個消息面 還沒看到什麼 太亮麗的 基本面的大利多嘛 所以我根本捨不得賣 簡單來講是如此啊 這樣中美金 九位營收新高的 雙底型態充滿很乾淨的 當作10月18號 股價來到177.5啊 站在買方啊 跌的時候要買啊 這禮拜一啊 一樣低接啊 最低175.5啊 我低接在177.5嘛 會員都可以跟我對價 對低接完之後拉高啊 很精彩啊 是不是 那今天一個中美金的小漲而已啊 很多人認為 這樣股票不夠精彩 這樣股票好弱 對 今天也是在平板附近啊 好弱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除了中美金本業表現還不錯之外 子公司環球金給以中美金 每年度穩定的業外收益 將讓他的股價會有所表現啊 所以業內意外表現不錯的中美金 目前就在低檔 目前就在低檔啊 他遲早會衝出去啊 他遲早會衝出去啊 會有興趣是等到他 中長紅了 漲停板了 市長上很多分析師在談論中美金 或是環球金的同時 你才會有興趣啊 或是報紙上有什麼利多的消息 發布的同時 你才會有興趣嘛 我的操縱風格 你應該很清楚 好不好 如果你要享受低風險 絕對正報酬 希望請老師這邊給你一個操作策略 你可以一檔一檔好好的來跟 行情真的愈小不易 今天指數 竟然可以這樣子殺了61點 再慢慢的墊高啊 可見逢低積極的買盤相當的踴躍啊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市場上越來越認同我的一個分析嗎 嗯 越線啊 越線啊 勾上去 你認為只挑戰這個高點嗎 我認為是有機會 再創經驗度的高點 再創新高啊 我認為絕對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啊 美國盤走給你看了啊 道瓊已經先創力的新高了 隨之而上一定是電子股NATFAC指數嘛 那電子股呢 台股的電子股呢 你不覺得電子股股的表現 一樣比大盤強很多嗎 今天電子股股指數 一樣再度領先大盤創新高 對 台股的結構17079嘛 一樣過昨天高點啊 那誰帶上去的 誰帶上去的 誰帶上去的 誰帶上台股的月線 當然是電子啊 所以現階段買電子 最有力可圖啊 最有爆霸力啊 這輛金像光 車用CIS影像感測元件的 它的一個感測元件 應用在 不管是行車機利物器 還是倒車的鏡頭 還是所謂的環繞鏡頭 目前最夯的產品 一定有用到它 所以業績前半年 就轉一去年整年度嘛 股價夠低吧 股價在低檔低機起耶 所以昨天可不買 昨天143買完之後 會亮燈 今天回檔修正 新進會員148再度逢低成績啊 這你自己可以去對價 當作在147.5啊 對 還可以啦 收盤 148.5啊 所以呢 一檔股票 他昨天也是剛 站上月線啊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嘛 月線 被往上突破嘛 反壓變支撐啊 跟大盤結構一模一樣啊 而且這張股票 是不是第一期期的 是不是第一期期的 所以未來行情可長可久 希望至少啊 今年度的第四季先賺下來 我也講過了幾遍 真的有機會 將你之前失去的連本代理討回來 不管你之前操作的一個失誤種種 或是你虧損了多少 你只要有信心 跟著欣賞老師的一個腳步 一起來操作 我會想盡辦法 幫你之前損失的 虧掉的連本代理 幫你討回來 絕對有機會啊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盤中 壓回了六十幾點嘛 我說盤跌就是要出手 那如果接近月線呢 當然要出手啊 如果不小心 回升一點啊 就跟禮拜 上禮拜五嘛 你已經看過 欣賞老師的一個操盤經驗了嘛 上禮拜五 禮拜達到月線買了會衝啊 所以這個盤呢 有跌就要進場啊 這樣洪捷科跟文貌一樣 功率放大器的 引收年成長兩位數字 這底部剛突破啊 出現天量攻擊耶 依量性價型的概念 它當然還有性高價 今天高點不會是高點啊 所以洪捷科 9點20分啊 基本面的分析成長兩位數字 技術型態底部剛突破 價位158買 經過10分鐘 股價在157.5 你去對時對價 158保證一定買得到啊 我就買158 我不會跟你吹去買最低啊 沒有意義 而且 擺明在欺騙會員嗎 我不幹這種事情啊 最近洪捷科 買在158之後 買完之後震一震 盤中差一點亮燈啊 盤中差一點亮燈啊 收盤 161.5啊 所以有沒有先買先賺 所以像這種 不管是洪捷科 還是穩貌的 PA功率放大的機油股 在第一個時間點 你要跟我買 我講過 你享受的是一個低風險的 低成本的操作 你比較不會被洗掉 容易賺到大波段 所以再聽一遍 每年度第四季 是你賺股票市場 最好賺的一季度的行情 請你務必要把握 有了問題 跟我們現在處理 做聯繫跟洽談 從明天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來 對時對價 迎接閃亮的第四季 明天見 努力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